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安息生日,我们一起来聚会敬拜神 今天也是2012年最后一个安息日 再过几天,2012年就要成为历史 大家一定还记得不久之前才刚刚过完 2011年进入2012,现在已经快要进入2013年了 我们的日子就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安息日过了之后 不知不觉当中一年就过了 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呢,一个事情接一个事情 不知不觉一年也就过去了 过去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不管是好的是坏的,过去就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有任何得罪神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再把它重新来一次的 我们只能够求神怜悯我们无知底下所犯的过错 那我们只能做的就是我们向前看 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做什么 如果我们在年岁增长的时候 我们同时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属灵的灵性能够成长 那么我们所犯的错误一定会越来越少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会从过去的历史里面得到教训 所以我们的新的生活一定跟旧的生活不一样 今天安息人也要用新年新志向过圣洁的生活跟大家来查考 那这个圣洁的生活是这次冬天的学生年会的主题 我们每一年的学生年会教会都定了一些主题 让我们的青年学生来追求 让他们在信仰上有个目标 那当然因为学生一年一代一代的换 小孩子会成长然后新的一代会上来 所以基本上只有大概有八个主题在轮流 那这个每一个主题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在教会长大的 我们基本上没有机会接受像教会这样有系统的 从头到尾的这种训练 其实像年会主题这些过圣洁的生活 祷告的生活 这对我们的信仰都非常重要 也是很实际的 那这个圣洁的生活我们青年学生他们学完之后呢 他们现在回到家里要来实行过这个圣洁生活 但是要过圣洁生活我们的青年学生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成长的 绝对不可能他们自己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 除非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长一起来配合 这样这个目标才有办法达到 不然这个主题上完之后 可能过两个礼拜过一个月之后 我们的学生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去了 但是如果我们的整个教会 我们的家庭一起来追求的话 那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真的可以达到 而且我们的青年呢 一定会越来跟社会的青年不一样 越来越圣洁 我们来看一些情节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九节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竹类 是有君尊的祭师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啊 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这节经节是每一个参加SSC的学员 都一定会被的金句 我们很多青年 我们很多信徒 都能够记住这句话 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蒙神的恩被拣选的 那神给我们一个特殊的职份 就是做祭师 那祭师呢 就是要成为人跟神之间的宗宝 那就是最后要让这个属神的人 被拣选的这个主类 都成为神圣洁的国度 然后真正彰显出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是我们的表现 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然后更进一步的 就是要去宣扬 我们有这样一个圣洁 圣洁的身份的这个 最最初的来源 就是从神来的 那就是我们要去宣扬 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让众人也能够 因着耶稣的这个恩典 离开罪恶 然后进入神圣洁的国度里 所以第十节才会说 从前不算做子民的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续的 现在却蒙了连续 那这一个学院联会在 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呢 他用了几件经纪在谈 在让学院能够了解 为什么要过圣洁的生活 有什么样的例子 我们可以去跟随 他们在学习的时候 他们读了 丹尼礼书 他们从丹尼礼的这个人 这个圣徒的身上 看到怎么样立志 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 身体不会被世上的 这个风俗污染 然后他们也学了 那个提摩太前述 要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些 肉体来情欲的败坏 让生命能够成为 真的属神的 属耶稣的生命 是能够彰显出 主耶稣基督的见证的 他们也学了 哥林多前书的前六章 从过去教会的历史里面 去看到 我们要怎么样保守圣洁 不要让这个世界上 罪恶污染了我们的身体 因为我们的身体 被主耶稣救赎之后 是圣灵居住的所在 是属神的圣洁的 那为了要让我们的学员了解 说要怎么样保持圣洁 所以从各方面的角度去 告诉他们在生活上 要注意的 要追求的 所以他们有一些特殊的主题 除了这个精卷之外 有一些弟兄姐妹 特别跟他们分享 有关于 要怎么样保持身体 跟保持我们自己的话语 原理上都能够圣洁 那在这个社会里面 现在媒体的影响力 很大 我们要怎么样 避免我们自己本身 被这个媒体污染 那这个媒体是包括 电视 电脑 电影 音乐 然后我们所看的杂志 所有的 不管是平面媒体 还是电子媒体都是的 所以从各方面的角度 去提醒我们的学生 要保持圣洁 那也提醒他们 要怎么样在胡适上面 要能够保持圣洁 能够符合神的原则 如果在胡适神上面 不圣洁 用世界的方法 会有什么结果 那最后也提醒他们 要在生活上 真正的 了解说 要保持圣洁的生活 基本上是一场 属灵的增长 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魔鬼的策略 就是要让人远离神 那要保持圣洁的生活 过这个生活 不容易 一定是一种 很大的征战的 所以首先 我们一定要在心态上 在精神上 先装备自己 那我们靠着神 能够 一定可以打圣仗 因此也就是说 这个要追求圣洁的生活 基本上就是 是一个 是要下功夫去追求的 我们如果有一个 如果有一个 很清楚的目标 然后我们配合一个 真的可以实行的方法 我们是可以达到 这个圣洁的要求 那现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弟兄姐妹 一起来立个这个志向 我们全体教会 弟兄姐妹 来追求过圣洁的生活 那这样子我们的学员 我们的下一代呢 他们一定 可以在这种 神的祝福底下 以及有些好榜样的 带领底下 可以真的成为神 主会是基督的尖兵 我们知道这个圣洁 是神的特质之一 我们在读立位纪 我们最近 这个月都在读立位纪 我们现在 今天如果照进度读 应该读到第25 26章 因为剩下三天就结束了嘛 这一年就结束了嘛 我们今年结束的时候 就是把立位纪读完了 那立位纪 基本上来讲圣洁的主题 那神在 神在这个宣告里面呢 祂就 通常跟百姓说 我是圣洁的神 那你们要成为圣洁 那神也说 我是使人成圣的神 我是可以让人成为圣洁的神 所以这个神 跟其他的偶像 是完全不同 你看 我们的神 祂自己 祂自己是圣洁的 祂要求祂的百姓也圣洁 祂也有能力 让愿意跟随他人成为圣洁 我们看立位纪二十章 立位纪二十章的第26节 二十章二十六节 你们要归我为圣 因为我 我主神是圣的 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 使你们做我的名 那这一句神的这个宣告 他说我主神是圣洁的 那这个宣告呢 在立位纪的第十一章 第十九章 神都讲过同样的话 我们在查考那个神在讲说 什么是洁净的 什么是不洁净的 那个动物 什么是可以吃 什么不可以吃的 神最后讲的就是 我是圣洁的 那你们不要让这个地上 这个不洁净的动物 来污染了你们 让你们成为污秽的 所以神他的属性 就是说他是圣洁的 那他要 这个属神的人 跟万民有分别 那这样 那这样他说 使你们可以做我的名 所以神的名 就要了解说 这个社会上的风俗 有些是我们要 隔绝的 不要去沾染的 那这个人 我们必须要明白 那我们必须要分析 那我们必须要分析 那这个在第二十二节那里 神特别提到了 第二十二节说 所以你们要谨守 遵行我一切的律律 典章 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 把你们吐出 23节说 我在你们面前 所逐出的国民 你们不要 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 因为他们行了 这一切的事 所以我厌恶他们 加兰地的居民 他们之所以会被神 把他们灭绝 是因为他们的恶 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是神所厌恶的 包括误会的事情 淫乱的 拜偶像的 你们在立位记里面看到 很多这个 很多 即使我们现在想起来 都觉得是很可怕的一些事情 那当时候变成一个风俗 很多人觉得很习惯 他说你们不要随从他们的风俗 第二次节说 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 就是我要赐给你们 为业的 流奶以蜜之地 我是主你们的神 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 他强调说 神的名跟 跟不属神的名是不一样的 那表示说 其实今天一般的人的生活 跟离神的圣洁的标准 是差很远的 没有神的人 他们就是自己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那最多也就是 最多也只有 这个在道德上面 有一些规范 让他们说 这样做下去不太好 但基本上这个 跟神的要求是 差很多的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 也有很多的风俗 是我们要小心的 社会越来越开放的结果 就是离神的法则 越来越远 同一个社会 在几十年前 认为不可以的事情 现在都觉得可以了 我们年纪比较大的 弟兄姐妹 一定可以感受到 美国的社会在转变 那这个转变的这个趋势呢 影响到其他全世界各个地方去了 因为这个 这个媒体 这个娱乐 这个事业 传播到全世界 每一个地方基本上 都跟着这个潮流在走的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 已经离开神 越来越远 很多做法 都跟神 神的要求不同了 虽然有时候 表面上还是 还是说我们这个国家是敬拜神的 很多人也都是会到教堂里面去敬拜神 但是越去敬拜神 这个所得到的效果越差 今天有很多青年他们不去教会了 或者他们对教会失望了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说教会里面的人好虚伪 因为在教会里面是讲一套 但是等到离开教会 进入社会 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去 又另外一种样子 那这样的情形 不只是信徒 连那个在教会里面 所谓的圣职人都是这样子 所以 人对信仰失望 是因为 基本上 是因为人已经离开神 当然这个社会 还是有一些人 真的是敬虔的 在追求神的 但是渐渐的已经成为少数了 众人的声音 这个追求自由的声音 越来越强大 那这个不圣洁的生活的模式 就借着这个文化 这个媒体 传送到各地方去 进入我们一个家庭里面 今天我们 基本上 很多人已经没有办法说 没有电脑可以过日子 以前的人是没有电视 还可以过日子 现在很多人是 没有电脑 没有网络 就不知道怎么过日子 那这个现象越来越明显 那 当我们越以赖电脑 越以赖网络的同时 其实我们 我们被污染的机会 越来越高 我们会越来越 可能会越来越 离开神的圣洁原则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个危险在这里 那所以我们一定要 立定一个心智 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先准备 我们很可能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就跟社会人一样的 我们的思想观念 我们的对错 对错的判断 可能就跟社会越来越一致 那最后我们会 我们会尝到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觉得说 好像 祷告的时候 没有感动 就是我们 在 做这个崇拜的过程 这个所有的 作为里面 我们觉得说 好像 变得枯燥滑味 我们一听道理的时候 就觉得说 这个道理都听过了 没有什么新鲜的 我们会追求 所谓的新奇的东西 那我们在 祷告当中 会觉得说 好像神 怎么都没有在听我祷告 好像我在讲一件事 但神就没有在听 神好像也都没有给我回应 在祷告当中 如果我们有体验 我们对神的那种感动 我们对神的那种认识 就越来越 越来越远了 然后接下来 在读圣经的时候 就读了就读不出来 到底是你在讲什么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人真的会 越来越不想亲近神 会觉得说 这个信仰本身 只是好像一个 生活上的调剂品 我需要才 我现在有困难的时候 我才需要 我没有困难的时候 我就不需要它了 其实这样子就是中了 魔鬼的诡计 这个就是撒旦的方法 他要让人离开神 这个方法最简单 只要让人对神没有感觉 人就不会想要了 因为现在的人追求刺激了 而且追求快速 我祷告 神就要给我回应 我不管我祷告要干什么 所以渐渐的人就失去耐心 所以因为这个就是社会上 我们的一般的要求 就是这样子 你看我们现在电脑 如果网路慢一点 大家就 就开始抱怨了 其实这个是 如果想到以前 以前在十几年前 网路刚开始的时候 要download一个东西 可能要经过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那时候能够download下来 就觉得很不错了 虽然一个小时没关系 但是现在 现在我们已经人越来被宠坏了 就现在如果你download一个东西 要花你二十分钟 你就可能就觉得说 这个实在是不行了 所以这个社会的趋势 让我们真的 离开神 告诉我们 这些人应该越来越像神的特质 就差越来越远了 我们来看一节经节 我们现在来看 希伯来书十二章 十二章和十四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和十四节 那你们要追求 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要与众人和睦 就是说 要能够 跟大家和谐相处 但是又不是去别人同化 就为了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立位记 是说要与万民有分别 不要随从他们的风俗 所以我们并不是 我们离群所居 我们自己独立住在一个地方 没有 我们一样是住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先知道我们自己是 我们的身份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所以 所以有些别人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不会去做 但是同时我们要去跟踪人是和睦的 我们绝对不会把自己 说出来说 我高高在上 我跟你不同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不会 我们是 真的是 在这个社会里面成为 社会上的言 调和着整个群体 让人因着我们的存在 这个社会变得更和谐 但是 同时 这里说 要追求圣洁 因为没有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那这个没有 不能见主 当然我们一开始的 观念一定是说 那我将来不能够进天国 不能得救 没有错 我们今天信主 归族主耶稣基督里面 最终的目的就是 将来我们眼睛一闭的时候 我们可以到神的国度去 真的能够进天国得救 但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 这个恩典 不是 不是要等到我们 我们死掉以后才会实现的 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就要能够见到主了 如果我们活着都没办法见到主 我们对将来 死掉以后 我们怎么会有把握呢 所以 有些信徒 我们的弟兄姐妹 同龄 有人还是很怕死 因为 总是觉得说 死了以后 不知道会怎么样 没有把握 当然有的人是因为 觉得自己可能还不够资格 还没有准备好 还不能去 那这是 其实 这是有盼望 只是我们觉得说 我们知道神的要求 我们会觉得说 还是不够 应该要继续地努力 但是有人怕死 是因为 不知道那个将来会怎么样 我们有一个弟兄 他身体不好 他也很诚实地 跟弟兄姐妹分享 现在要好好的 准备自己的身体 好好的照顾身体 为什么 因为怕死 如果没有好 照顾身体 等一下死了 怎么办 因为 因为你看 死后的世界 没有人经历过 但是其实 如果我们今天 来活着的时候 我们能够追求圣洁 我们在这个世代 我们在现在这个生活 我们就可以见到主 我们对将来的得救 非常有把握 那要怎么样见到主 他说要圣洁 没有圣洁 见不到主 那我们现在这个世代 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 我们怎么要见到主 最直接的 最直接的体验就是 我们在祷告当中 能够体验 神真的用圣灵 与我们同在 圣灵充满我们 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 真的就可以跟主 耶稣基督对话 好像在这个内室当中 与主密相亲 那所以 你看我们今天 如果能够圣洁 我们就是圣经 主耶稣所说的 清新的人 看马太福音五章八节 马太福音五章八节 这是灯山宝训的八福 第八节是说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那所以 你看今天如果清新 就可以见到神 表示这个清新 跟圣洁 是合在一起的 我们如果真的追求圣洁 我们的祷告当中 一定会有体验 因为神 他 他从来不改变的 神是真神 是活神 真就是 他永不改变 以前 现在 将来都一样 所以 神 他既然 曾经跟古圣徒 显现过 他曾经 有很多很奇妙的作为 在旧位圣经里面 记载下来了 他确实存在 那 神 现在也存在 他 曾经 让很多人 对他有很深的体验 彰显很多奇妙的 神迹 作为 让人幸福 趴在神面前 我们今天如果 也能够有一个清新的 这个 这个准备 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作为 所以 如果我们今天祷告当中 能够真的 让我们的心是清洁干净的 在神面前 可以跟神 这个沟通 没有伤害 那么我们对神的认识 越深入 我们对神的体验 越有把握 同时我们感受到 我们的祷告 真的是有功效 你看 我们 通常在祷告当中 我们一开始 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没办法 真的很专心 有很多这个世界上的想法 我们刚刚才做的事情 我们脑筋里面就会去回想 很难马上进入状况 所以是为什么祷告有时候要一段时间 我们在祷告当中 一定不能够只是 我两三分钟 因为 你都还没有 搞清楚什么时候 你就结束了 这个时候 基本上 很难 很难清醒 大家从这个 从这个学生年会 学生在祷告当中 我们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 我们一般学生年会的这个训练 通常祷告都花很长的时间 一天都要祷告两个小时 至少 就是如果都跟着教会 这个祷告的这个 这个作息来祷告的话 一天至少两个小时 一场祷告 一开始这个学员都觉得很痛苦 一下去祷告 跪下去就跪半个小时 有人在家里面跪五分钟 都跪不住了 现在要到家 跪半个小时 真的是很苦啊 有人真的没办法 就只好坐下来 因为实在是跪不下去 但是他们一开始 觉得很苦 是为什么 但是有人就可以哦 不是 有些学员他们一开始的祷告 就真的很用心 那就差在 这个之前来参加学生年会的准备 他到底准备 一个什么样的心 大部分的学员 他在生活当中 如果是 如果是 没有很注意的 通常生活当中很难 真的很圣洁 你在想上他如果在家里面就是一直在打电动玩具的 打电脑游戏的 然后一直喜欢看电影的 做什么的 他现在突然让教会 过这种生活 这是很大落差 他没有办法 马上进入 也就是说 他的身心灵里面很多的污蔑都还在那里 所以他没有一个圣洁的心思意念的时候 这个祷告就进不去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觉得祷告很久很苦 所以前面几天通常这个学员 这个祷告的精神都不会很好 但是经过几天 这个读圣经 祷告 然后学习道理 弟兄姐妹互相沟通 有这个属灵的环境以后 几天以后 他们就不同了 他们的身心慢慢被洁净了 用神的道理洁净了以后 这个学员就渐渐喜欢祷告 他们就会主动的花时间祷告 他们就会享受祷告了 而且会真的用祷告来彼此帮助 所以我们有些学员他们真的很感谢神 亲人 很爱主 很爱弟兄姐妹 他们为了在求圣灵的人 进食祷告 也就是说现在他们在这个身心上面 慢慢被洁净以后 圣洁的人就真的能够见到神 这个就是圣洁的结果 那所以你看 没有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 但是清新的人就能够见到主 我们今天要 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信仰真的成长 我们一定要在圣洁上下功夫 如果我们追求圣洁 从我们的生活上开始 那我们在 至少我们在祷告当中一定会有体验 那这样子我们就 我们的信仰会变活泼了 那那个 这个神要临造的时候 通通都会先说一个要求 神要降临的时候 就是要百姓 自解 在出外基纪十九章 那个神 神要降临西乃山的时候 特别跟摩西吩咐 你现在去跟百姓讲 要他们准备 我们看出外基纪十九章 第十节 十九章的第十节说 神又对摩西说 你要往百姓那里去 叫他们今天明天治节 又叫他们洗衣服 十一节说到第三天 要预备好了 因为第三天 神要在众百姓眼前 降临在西乃山上 神降临的地方叫做圣地 所以今天神 临造我们的教会 我们如果希望 叫我们的神在我们这里 那我们这里 一定要先成为圣洁 同样的 我们也希望神在我们的家里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家里 成为圣洁 我们希望神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的心里就一定要圣洁 那神是要百姓说 你们去洗衣服 去治节 一定要先准备好 迎接神的领导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 如果这个圣洁的生活 从家庭开始 我们知道 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因为在立位记 我们所读的里面 很多事情 他特别都有提到 那我们如果知道 神的心里以后 我们一定要把 一定要把这些 神所不喜悦的东西 除掉 从我们的家庭开始 因为神对这个偶像的事情 是非常的 真恶 因为偶像 就是拜偶像 那这个拜偶像的 这些物品 这些风俗 是跟神的圣洁 圣洁的原则 非常违背的 所以因为偶像本身 就是 所谓的偶像就是 把这个不是神的 人所所造的 把他当作神 在拜 这是对神的一个 对这个神的 这个自由 拥有的这个 这个全能 一个很大的亵渎 所以我们现在 要追求过生日的生活 要首先把我们的家里 清干净 我们家里面 如果有一些 物品是 是跟偶像有关系的 我们最好能够 把它除掉 所以我们要常常去 家里面要常常去 去检查 去反省 我们有没有东西 是神不喜悦的 然后包括我们家里面有没有那些 不干净的影片 包括我们家里面有没有那些不干净的影片 包括如果有任何不干净的影片 暴力的色情的这些东西 我们家里面有放着吗 那些不好的杂志书刊 我们家里面有吗 这些东西我们都一定要把它除掉 因为这是神所验入的东西 那这样子我们的家庭 这个叫做圣洁的地方 神临到 我们希望神住在我们家里 那有时候一些纪念品 我们要小心 我们现在到处去旅游 我们到地方可能都会收集一些 当地的一些特殊的小东西 如果这个东西是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的 不要有 我们有一个姐妹 她就到那个礼品店 去看了一个小东西很漂亮 就把它买回来 她也没有去问这么多 她想说这个东西看起来很漂亮 就带回家了 带回家以后放着 就开始祷告的时候 觉得怪怪的啦 那怎么常常听到 从那个东西出来 有一个什么声音跑出来 她的堂妹 有一天来访问她 然后一起祷告 她就跟她讲了 她就跟她一起祷告 我们这个信徒 这个姐妹一开始那时候 她还在目道当中而已 那我们这个姐妹已经是信徒了嘛 那一起祷告 她就跟她讲了 真的 我们连这个姐妹都感受到 是怪怪的 后来才发现 这个东西 他们所买的那个礼品 基本上是偶像的东西 因为那个是 那个是 那个是 他们说泰国 他们那个门神 他们那个 这个装饰品 他们的信仰 信仰里面的一个东西 如果有朋友来 他们都要把那东西挂在门口 那其实是因为他们有那个信仰的目的的 结果真的就发现说 这个东西是跟偶像有关系 后来就把这个偶像除掉 把这个东西除掉了 然后再重新得到平安 所以有一些小东西 我们要了解说 它的那个意义在哪里 那我们除了这些 家里的这些东西 跟信仰的关系 或者是不圣洁的东西 把它除掉以外 我们这个圣洁本身 一定要保持我们的家里是干净的 所以我们通常 以前过年的时候 都会大扫除吗 大扫除就是把家里 整理得干干净净 把一些脏的污秽的都把它除掉 把它弄整齐干净 所以其实家庭要保持干净 因为这个是神的原则 现在看一节经节 看生命纪二十三章 生命纪二十三章 我们看第十二节 生命纪二十三章的十二节 我们看这一段 我们就可以想到一个问题 神说你在营外 该盯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 十三节说 在你的器械之中要预备打球 你出营外便秘以后 要用以残土转身掩埋 十四节说 因为主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 要救护你 将仇敌交给你 所以你的营里 你的营里当圣洁 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 就离开你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说 神特别说要百姓他们的营 即使在外面录影 他们都要保持干净 不要有误会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家庭要常常整理 那我们的家真的成为干净的所在 但那个神当然很乐意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信徒的家里面 不应该是那种很乱的 我们从家庭开始做起 常常保持干净 你看那个魔鬼的灵 如果附在一个人身上 一个人就变得不爱干净了 那什么事情就按照神的法则 你看主耶稣进圣殿 去洁进圣殿 有一些不该有的东西就把它拿走了 把这些脏的地方都把它打扫干净 这是神要求我们的圣洁 那要追求圣洁呢 我们现在就看到说 真的要花时间祷告 如果我们有这个圣洁的这种心智 有这个励志要去追求以后 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见到神 那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一定要每一天有一些时间 一起来祷告 要追求圣洁的生活 如果没有花时间祷告 那是做不到的 如果我们每一天一个家庭 都能够花大概30分钟 15到30分钟一起祷告 那我们的家庭一定会不一样 那除了这个 我们在祷告当中 如果有体验以后 我们可以现在每一天的读经进度 真的每一天读一章圣经 然后领受主的话语 那这个神的道理会洁净我们 让我们的身心 真的都得到圣洁 那我们在读经当中 如果会有体验 我们在祷告当中 就可以跟神互动 有时候我们有读圣经 心里面有神的话语 我们若不懂 在祷告当中问神 那个神的那个灵 就会带领我们 让我们明白 让我们有得到悟性 所以神的道理很重要的 看书所书第五章 书所书第五章 26节 书所书五章26节 这里说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水借着道 这个道就是主耶稣的话语 神的道 我们要 我们今天在 在主里面 我们都被洗礼 已经罪都除掉了 但是我们还要不断地 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道理 让我们保持圣洁 现在说我们现在 如果有目标 圣洁的目标 我们愿意花时间 祷告 也愿意读圣经 那这样子 我们在这个信仰上 我们的那个 所有的作为 都会变得很活泼 我们所有的生活的体验 越来越深入 然后之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要 结交属灵的朋友 我们要留意 我们跟什么人 在花时间跟他们相处 因为我们的朋友 会影响我们的想法 会决定我们怎么样 花时间 在哪些事情上面 今天我们的朋友 如果是那个喜欢 去乡品的 我们最后一定会 喜欢做这个工作 我们那个朋友 如果是喜欢祷告的 我们最后都会 慢慢会花 比较多时间祷告 所以朋友的影响力 很重要 那我们 我们如果 如果结交好朋友 那个属灵的朋友 会一起去做 属灵的事 那那个真的会 花时间去 关心那些软弱的 我们现在看 一节情节 看真言第18章 真言18章 看第24节 18章 18章20事节说 烂交朋友的秩序败坏 但有一个朋友 比弟兄更亲密 我们如果 随便交朋友 可能我们会受亏损的 当然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在教会久了 人呐 外面的朋友 慢慢就变少了 因为我们的生活圈子 基本上都在教会里面 但是其实 我们如果想一想 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 我们跟每一个弟兄姐 每一个家庭 都很熟的吗 都真的是当朋友吗 还是我们只是 这个同年之间 只是 大家来教会 见个面 点个头 知道你什么人 住在哪里 大概就这样而已 但是可能不见得 你知道他这个人 喜欢什么 他的兴趣在哪里 他的专长在哪里 所以从教朋友的角度来看 我们今天 要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要一起来 我们要有一个 属灵团契的生活 所以我们的教会 一定要有这个团契 各种工作小组 都是一个团契 那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 在一起追求 然后一起去关心 那些软弱 需要帮助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自己存在的 我们都需要别人的辅助 因为我们有所会软弱 传道书第四章里面说 传道书第四章 第九节那一段 我们都很熟 两个人比一个人好 然后第十二节说 三股合成的力量 三股合成的绳子 就不易则断了 所以我们需要有 属灵的朋友 就是我们要建立 这个团契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 圣洁生活追求的 这个方法 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家庭 干净 圣洁 常常让我们家庭 是整齐干净的 我们能够花时间 小人一起祷告 我们能够 能够真的读圣经 我们能够有 结交属灵的同伴 在教会里面 能够组成这样一个团契的 一个生活 那结果就是 我们祷告蒙神随听 我们所做的事情 真的会靠神做出来 别人在我们的身上 看到主耶稣的形象 我们其实是 为主耶稣发光 然后我们的内心 就会敬虔 会平静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会惊慌失措 因为我们的心里面 有一个稳定的力量 因为神就是我们的依靠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会害怕 所以愿主耶稣带领 我们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 有这个目标 一起来过圣洁的生活 让我们整体的教会 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能够在 灵性上 一直地成长 我们来尝试 440一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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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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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